好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这一小节啊 我们要讲解的是DEL 那么DEL呢 是做删除使用的这么一个函数 那么当然DEL的话呢 有两种用法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可以DEL小括号去使用 也可以DEL空格写目标去使用 是不是都可以 那接下来同学们 跟着老师一块啊 咱们回到PyCharm当中来 把DEL删除功能做一个测试 打开PyCharm 在PyCharm里面啊 老师这里准备了一系列的数据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一定要明确 DEL是不是可以空格写 要删除的目标 是不是也可以写 DEL小括号去填写 要删除的目标 是不是都可以 那么在此情况下 咱们去删除一个来试一下啊 比如说DELSTRE 那老师要怎么去验证 STRE到底有没有被删掉呢 非常简单 我们是不是Print 去打印一下 去打印一下 STRE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 咱们来转一下 他们来看 是不是Name STRE is not defined 是不是找不到了 对吧 说明删除成功 好 那接下来啊 我们把它注视掉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删除列表 那删列表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DEL 比如说小括号 或者是控制性目标 都可以 对不对 LST1 那么现在再去右键软 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删掉了 但是我们怎么去看 有没有删掉呢 非常简单 再去打印一下 LIST1 这个列表序列的序列名 是不是就行了 好 当我们右键软 他们来看 是不是LIST1 is not defined 是不是说明删掉了 当我们说 可以删除整个列表 是不是也可以删除 里面的某一个数据 怎么办呢 是不是可以这么用 DEL LIST1 中括号 写0 是什么意思 删除 删除什么呢 LIST1里面下标为0的这个数据 即删除了10这个数据 就是第一个数据 对不对 当我们print打印LIST1 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有键 咱们去转一下 是不是10这个数据 就被删掉了 对吧 OK 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列表 原组是不是也一样去用 对不对 一样去用 那比如说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集合 如果DEL S1 再去print打印S1 会怎么样呢 当我们右键run 同学们来看 是不是S1 is not defined 对不对 当然 仍然是向下测试Dict1 那么Dict1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写 那么DEL 然后写上一个Dict1 当我们再去print打印Dict Dict1的时候 当我们右键run 同学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NameDict1 is not defined 对吧 这是我们的删除功能 当然啊 我们说删除的时候呢 是不是可以去删除我们的序列 是不是也可以按照下标呀 只要你找到这个数据 是不是DEL都可以去删除它 那更甚至于 比如说我们想删除汤姆这个建筑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写 首先怎么找到汤姆这个建筑顿呢 是不是我们把Dict1这个字典放在这儿 中国号 是不是按name这个可以去做查找 对不对 那么找到之后我们就可以这么做了 是不是来一个DEL删除 怎么去验证有没有删掉呢 print再打印Dict1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我们右键run 同学们来看一下 Dict1当中是不是删除了Name建筑顿 只保留了Edge这个建筑顿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删除功能 那么接下来啊 对于DEL删除功能呢 咱们已经测试完成了 同学们跟着老师回到笔记当中来做一个回顾啊 打开笔记 在笔记里边啊 我们说DEL有两种用法 分别是DEL空格目标 DEL小块目标是不是都可以 无论我们怎么写 是不是指代的都是删除功能 可以删除整个序列 是不是也可以找到序列当中的某一个数据 再去做删除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DEL删除功能 那么讲解完成之后呢 老师把他们的视频啊 稍微暂停一下